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一股 我是Vicky Winkman 這節有Arnold和我們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Arnold,你好 Vicky,你好 先回顧一下上次推介的7500的表現 期內行指跌了2110元 跌幅有7.53% 股份方面的表現 因為是一個反向的ETF 所以升幅有1.6% 升了1.09% 看看當時的買入建議 當時的買入價是6.61元 目標價7.5元 半指市價是6元 今天中心收市價是7.7元 期間報復是6.48元 最高是8.03元 Arnold,你見到這隻 對,恆子跌了這麼多 表現相當不錯 是否都繼續持續 當然建議持續持續 因為上次推介 目標價7.5元 現在已經過了 但沒有想過恆子跌得這麼快 這麼急 上次推介不是上星期的事 隔了幾個禮拜 隔了幾個事件 這幾個禮拜 其實都發生了很多事 除了香港的事件外 外圍方面也有很多變數 譬如聯儲局宣布減息 但在7月尾 減息不算特別意外 反而是減息之後 那個態度一度是相對地 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大家一度在猜 可能減息步法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但問題就是 當大家看到 中美貿易談判完全不行的情況下 人民幣又貶值 開始特朗普有更多聲音 又叫聯儲局減息 所以你說美國減息的變化 第一方面非常大 但對港股來說 又不算影響大 相反對最大影響 都是說中美貿易談判 突然間又處於一個膠著狀態 甚至隨時有機會 餘下的3,000億貨物徵收10% 甚至25%的關稅率 這些因素 都令到整個下望的幅度 會比較深 本身是設定目標價 看7.5元 大約是看26,700左右 當時就是在6月份 但會覺得6月份的反彈 會蒸發了 現在說跌倒了 其實在說 當跌倒了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在說 預料還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其實現階段的情況 比幾個禮拜前7月尾 那段時間推介 是更加悲觀的 整個紅市格局都出來了 所以你說這個禮拜推介什麼 或者值不值得它拿著 其實就是建議繼續拿著 甚至這個禮拜 我就是在說再推介 都是選擇這隻7500 因為問題就是 其實你是剛剛 第一方面的注意點就是 紅市的格局是非常明顯的 在一個這麼明顯的紅市格局當中 從來不會建議在紅市裡面 薄反彈 或者買股票 一定有得升的 你說要薄反彈一定會有 不會說365天都會跌 整個紅市走的時候 一定會有跌得深 又反彈 但問題永遠就是 薄反彈的直撥率 就真的相對地不是太過吸引 但是當然你說現在市況 除了看淡之外 是有部分的防守性股份值得去追 但是暫時來說 不建議住了 我會建議看定些 始終在業績發佈高峰期 你說股份 薄它的逆市做好 風險其實是相對地比較大 好運的 可能你說業績對板 或者說真的 不是太過關香港政治局勢事 貿易政事等等這些股份 可能只是跌得相對不多 但是突然要逆市做好升 其實是會比較困難 甚至說一旦看錯了 少少看錯了 你說跌的幅度會相對比較深 所以其實我覺得暫時來說 7500都是市場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現在買些什麼 主要是買這隻7500 其實原理和上次一樣 主要是用來做對衝 好 還有看回近日 今天的市場其實都比較悶 二萬六千點的徘徊 正如Anno所說 其實最近消息上 其實都是比較負面 好消息是欠奉的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要選一些股份來買 其實都很難 其實是的 因為之前說重點 是說整個紅市格局 是非常明顯 如果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我現在在圖表上 畫了兩條線 一條黃色線 就是上次六月份的低位 另外一條紅色線 就是上次整個大調整 初步建底 24500左右 這些位置 現在說整個紅市格局形成 原因就是我會看 由三萬三千點跌到 24500 在走紅日 然後就經歷過一個反彈 由24500 彈到今年四月中的高位 達到三萬點這些水平 你會留意這個反彈幅度 正正是說上次調整 大約0.618左右 整個是跟著黃金比率去走 而在三萬點下去調整 去到黃色線 26700這個水平 又正正是說 在紅色線上 就是上次的低位24500 反彈到三萬點的0.618 就是又是調整 其實整個形態上面 是一個典型浪低於浪的格局 如果指數能守著26700的話 可能是錯的 上次走的是 那個屬於紅一 未必會是對的 但問題是現在說 當黃色線都失手賣的情況下 這一刻說什麼位置 相對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是說紅色線 即是大約24500 上次的低位 當真的跌穿了 意味著什麼 就是由三萬點開始調整 可能是屬於一個紅二的格局 在紅二當中 在紅市第二期 我又覺得 為什麼不建議 駁其他任何的股份 就是這輪的調整 和上次的調整可能會不同 上次可能還可以說 炒股不炒市 就是大家追捧一些防守性的股份 駁美國減息 令到一些公用股 相對地比較吸引 但問題是 我覺得如果未來 現在說 在三萬點這些位置 開始調整 你看回現在說 環球消息怕什麼 是怕全球經濟增長 都有一個放緩的狀況 香港的經濟狀況 都是很不碰的 你說一些公用股 比如說中電 或者煤氣這些 本身的防守性很強 但問題就是 如果全球 包括內地香港 經濟前 都是不得的情況下 就算這些公用股 都會受到拖累 就好像那時候 海嘯 開始08年開始 這些公用股 都一樣可以跌下來 所以說直播率 真的不會再建議 大家去買一些防守性股份 如果你真的打算防守 真的以炸現金為主 會相對比較好 如果你真的賺點東西買 或者有些股票在手 都是打算長線投資的 這一刻就建議買回7500 作為一個對沖 因為我真的覺得 年初至今 由25000 這些位置升上來 升幅很容易蒸發 你始終在說 在去年年底 升上來升什麼 本身大家是憧憬 中美貿易的情況 有機會談得到 但問題現在都在說 談不成之月 稅率又提升了 甚至餘下的貨品 都會徵收關稅 後市只是欠一個觸發點 觸發點是什麼 就是看中方有什麼反擊措施 這些反擊措施一定會令人意外 而這些措施可能隨時短期來說 都會出現 一旦出現的話 可能在很短時間內 就會跌穿今年的低位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就看指數上面 我看形態上面 的確相對比較差 甚至畫圖表上面 穿上紅色線 可能其實都是一個頭肩頂的形態在 你說再穿上 有個很深的調整出現 真是不奇怪 還有之前大摩 已經一早下調了恆指的目標價 他都指出幾個原因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升級 人民幣跌穿七算 加上本港的政治局勢不穩的情況 恆指目標價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PowerPoint 由28,000點 下調到24,400點 最紅更加去看 17,630點 其實如果跌多8,000點 9,000點 其實都很誇張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誇張 這個是一個最偶 或者最紅的情況 你說好看事情發展 譬如你說中美貿易戰上面 如果未來處於一個膠著狀態 或者未來一年 可能只是對餘下的3,000億貨品 徵收10%關稅 聽完10% 真的好像特朗普那樣說 還跟中國繼續去談判 大家知道沒有結果 但是問題都繼續去談判 意味著那個情況 升級的速度 沒有想像那麼快 這個不會是一個最紅的事件 譬如中美貿易談判 最紅的事件 一定是說 現在未來所有的貨品 都徵收25%的關稅 中國列入為一個匯率操控國 甚至美國去推行一些 反制裁 制裁的數字 到時候中國也推出一些 反制裁 針對一些美企 甚至對於開放市場 甚至真的去操控人民幣匯率上面 這些動作出來 這些才叫做最紅的情況 或者導致到一個走資的狀況 很明顯地出現 你說出現一個最紅的狀況 其實跌到17,600點這些位置 我又不會覺得十分之過分 但是很老實地說 你看回圖表形態上面 大摩說一些最紅的目標價 又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試過到 但是相對地偏少的 同樣地說最牛的一些目標價 亦都是說很少會有機會碰到 現在你說目前的狀況 很提早取決消息層面 你要駁它見到最牛 或者最紅的狀況 其實是不容易的 亦都不會建議大家 抱一個這樣的狀態 但是這份報告 為什麼今天去說 都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想帶來一個什麼訊息 就是其實你如果從一份報告上面看 做膽的直播率 是相對地比較吸引的 特別說現階段的水平 當然你說目標價普遍 正常正正老老的情況下 目標價24,400 你現在做到不是說跌很多 但是你要留意 目標價是說 去下年六個月去到24,400 不是說未來 見到24,400 這是第一個 大家要留意大安報告的說法 第二方面就是 追紅和追牛 不知道誰會發生 如果突然間 在未來來說 香港的政局可以明朗化 又或者中美貿易的談判 有機會繼續進行 三千億的貨品 不徵收關稅 又或者甚至看到 在內地 有些很積極的財經政策 出到來 可以刺激到的事情 你彈回到三萬點 或者二萬九千五這些位置 不是吧 完全不可能 到時候大摩又可能 將目標價再調升到 二萬八這些位置 都不奇怪 這是一個看錯的情況 如果你說在這個水平 二萬六再計 你看錯 有機會輸四千點左右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提案 或者甚至情況 現在你看趨勢上 都是不斷惡劣 惡化 譬如中美貿易談判 現在都在說 可能大家看特朗普 在估計 九月份開始 或者之後 中國會繼續跟他談判 但萬一不繼續談 情況是可以再惡化 某個政局更加不用說 你看到事件 每個禮拜 比每個禮拜嚴重 第三方面 你說人民幣 你近期只是說 跌穿七雪 開始喘地 其實沒有一個明顯的 回升勢態去到 如果未來真的 人民幣再貶下去 觸發走資壓力 你說最紅的情況 未必碰到 兩萬七千 一萬六千 一萬七千六 但問題是 你在說落到這些水平 或者附近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一刻 造淡的下行空間 會相對地比較大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為何這部分都建議 是不斷地 間七五零零零零 這些位置造淡 你輸極有個泡 相對地 如果真的看對的話 其實潛在 指數的潛在跌幅 仍然是相對地比較大 這就是直播率問題 這一刻造淡的直播率 是相對地偏高 不過看回恆志 最近都處於一個技術反彈的階段 都維持了幾天 但最近都要看著一些業績 開始在高峰期 接下來一些藍籌股 包括銀語、信語、廣交所、騰訊、平保等等的業績 都要留意 短期內 會不會說這些業績 都對一個反彈有些支持 其實你很難說 這是一個好還是壞的因素 很看業績各方面的表現 這個圖表列出了 就是這個星期會出的藍籌股 即恒生指數成分股裡面的業績 以及一些個別股份 我覺得影響力相對地比較大的股份 如果你說今天下午 你看到就是優泰科技出了業績 相對地叫做比較帥 好過市場預期少少 有所改善的 但其實你看到今天它的股價 都不是彈得起 問題就是純粹是基數問題 它上年的毛利率只剩下1.2% 今年現在大幅反彈 所以它的盈利可以虧轉益 但前景仍然是不樂觀 未來你看到藍籌股當中 如果你說集中藍籌股 那一堆藍籌股 基本上除了創科之外 我都不認為有哪一間業績上面 會可以帶來一個很大的驚喜 跟今早做即市的情況一樣 現在騰訊的中期業績 本身是有憧憬的 你說遊戲業務可以預料改善 和平精英 完美世界這些新的遊戲 預料帶動一個客觀收入 但問題 股價反映了很大部分 能不能出一份業績 可以比市場的預期之中更高 其實會是難的 所以說整堆藍籌股裡面 特別好像信譽光學這些 今天還彈起來 我會覺得害怕的 你說優太 可能因為基數效應 他們說有一個規短型的狀況 但問題是信譽的基數一跌都不低 這個情況下 毛利率是否可以好像信譽優太 還繼續這樣改善 我覺得未必的 相反地你看到毛利率 仍然有個受壓情況在 博利多消 大家只會想有一天 它會出現盈利倒退 股值還有條件 大幅向下收跳 所以藍籌股當中 創科上我會覺得相對比較好 但問題是創科上 又受到中美貿易志的消息影響 美國的經濟 大家都擔心有個下行壓力 對它來說 業績出得好 我覺得股價都不會有太大持續作用 而個別股份上面 有很多啤酒股 或者很多內需股 其實你說的股值 譬如李寧這些 業績大家發出的 刑期之道不差 但出來的數字 會否說股值上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我會怕這些位置 真的不敢建議大家再去買 甚至說這些本地地產的相關股份 會見到 可能你說匯德鋒 或者欺慎 會見到旗下的零售商場上面 其實譬如之前九倉市 你都見到 其實上半年的狀況 已經很一般 現在未來受到 可能政治環境因素 情況會更加悲觀 而當中還有一些內房股 其實好像恒大近期 又發了刑警 有很多內房股的業績 都未必足以支持到 他們目前的股值 所以你說未來 很多不同的板塊會出業績 而業績 暫時我想在這個市況 相對地屬於一個比較高的風險因素 因為港股的股值是很便宜 但問題是如果你在未來 業績出到發現 股值不上升 就是這樣便宜的情況下 其實壓力是一點都不小的 好 不過除了看業績之外 剛才也提到 就是要看著近期的政局變化 其實由7月開始 不斷不斷有些事發生 7月1日開始衝擊立法會 不斷演變 去到昨天在多個地區 葵坊 例如港島區 都有一些警民衝突的事件 其實種種事件 亦都不斷演化下去 亦都未停止 對於股市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其實是的 沒錯 這個亦都是繼續看淡的很主要原因 建議做對沖 除了對沖過身上的資產之外 亦都建議大家 拿來對沖自己的日常生活 甚至未來日子的變化 因為始終現在事件 不斷地惡化 情況是非常之不樂觀的 你看到這裡列出 由7月1日 我們已經不算那些和理非 相對地比較和平示威那些 全部都已經撇除了 只是說一些發生大型警民衝突 你說比如光復屯門 我都沒有列出在內 這些是相對比較大型的事件 譬如由7月1日開始衝擊立法會 去到7月14日 去到沙田 有整隊警察進去清場 暴力清場 接著去到元朗 我都想不到怎樣叫做 我們直接有些人叫做恐襲 整隊白衣人去打擊 接著過了一個星期 大家出來示威的時候 看到警察在居民的地方發射催淚彈 現在好像你看到發射催淚彈 已經變成一個新傷態 這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為什麼經常說影響到經濟 就是這些事件會令香港的旅遊業大受打擊 現在基本上很肯定地 旅遊業和零售一定是受到影響 你找問題是屬於誰等等 沒有任何意思的 譬如你政府這樣說 譴責說示威者的問題 你調到示威者也是說政府的問題 這裡不針灸政治立場 誰對誰錯 但問題就是 政局在不斷惡化 即使你8月5日三霸 七區進行集會 在和平集會的示威上面 都有催淚彈發射 所以你說的問題就是 去到8月11日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去形容8月11日的事件 上網隨便Google 就找到一個特定叫做黑市一 什麼意思 發生的8月11日 總括回 其實都是說警方 我們叫濫權 有些人叫濫權 我覺得是純粹暴力執法 這個引分的問題 其實你說今天對於股市的衝擊 的確是不大 因為問題是警察濫權 大家可能會覺得 都不是第一天知道的 或者甚至你是持份者知識 都是說他們因為執法 會有這樣的看法 而且在說零售業 和旅遊業 一早就大受打擊 你說今天 譬如說機場的示威 你都見到 仍然是相對地暫時 暫時這一刻 都是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但是那個問題 我會覺得這個事件 我看不到 有任何明亮化的跡象 暴力情況 可能你會繼續持續升級 甚至你說 去到4點 今天4點 也有全港澳辦 又會繼續出來說 出來的言論上 未必會解決到事情 甚至只會令到示威者 可能更加激進等等 而最重要 其實你說政局持續惡法 我相信 可以總括的原因 這個絕大部分認同 始終都是政府的回應方面 比較差 好像漠視民意等等 而這個情況 你不知道真是維持多久 會不會去到 甚至大家在猜 大家在猜 本來政府可能想著 去到國慶設會 嘗試搞定 但這個問題 現在在八月中 我們都看不到 任何改善的情況 最終說 其實 很老實 這些民生影響 警民衝突 未必對經濟有很大的衝擊 但是 你說 去到 真的 情況持續升級 去到有一刻 國際投資者 都對香港市場 現在最大的問題 都在法治上 如果警察又不醫規 譬如現在剛剛 八月十一日發生 兩件最大的 大家都是針對最大 就是近距離射擊 不跟到手側上 去用它們的武器等等 大家對法治 開始消去信心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個走資潮出現 大家最害怕 相反地 好像上次 推介7500的時候 最害怕去到解放軍陣 似乎現階段 去不到這個情況 但問題就是 法治 開始 有人開始質疑 香港最大的 核心價值 如果出現變數 其實風險 是十分大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買7500 未必最主要為了賺錢 會建議大家 真的對沖自身的風險 我想這筆錢 很多人都未必想去賺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作為投資者 如果這一刻推介買些什麼 我自己都是覺得 首選是以7500做對沖 後市市況大家都看得比較淡 但在這時刻 其實買7500是否直博呢 我們看看恆子的市盈率 其實恆子的市盈率大概是10倍多 和低位的7倍水平還有一大段距離 這時刻的直博率又高不高呢 沒錯 其實港股的股值真的叫做好劈 這是一直以來支持港股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很老實地說 我覺得股值在便宜的情況 暫時我見到還會有調整空間 因為問題就是現在環球 股市或者環球經濟前景都是不明朗 不是正在香港或者中美自身的問題 基本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 暫時來說 經濟前景沒有條件太好 亦都是導致近期這麼多環球的央行 開始搶罪減息 這方面來說 香港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短線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可能是聯繫匯率 始終大家最擔心打貨幣戰 在打貨幣戰的角色 過程 美元始終通常會相對比較有好處 在聯繫匯率當中 這是令到港股 短線未必會出現一個走資的最大因素 但問題就是第一方面 政治事件會不會令到這一方面的因素 開始受到衝擊 這是第一個不明朗的因素 第二方面 就是股值其實還有下庭空間 過去這十年都叫做劈 但你看P.E.Bank上面 試過試到一個標準差留下 即是黃色的條線 即現在一個標準差留下 第一是9.4倍市盈率 23,400這些位置 甚至試過一度跌穿過 其實要留意一下 大摩一個最紅的目標價 其實就是下跌兩個標準差 所以這一刻 我未必建議大家看到 18,000、18,000 18,000這些位置 但我還想下跌一個標準差 23,400這些水平 甚至跌一跌穿 我覺得機會 仍然是十分之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在這一刻看淡 目標是否 第一方面 起碼今年初至今的升幅 會有機會沒有了 第二方面 其實老實地說 當穿了今年低位的時候 不會只調整多8-200點左右 就見底 我会觉得目标是大约23000点 好,说回7500,今天市场并不移动 所以暂时跌0.13% 7.69,怎么买好呢? 始终近期是跌得急的 所以我会建议市场达100-200点才出手 会相对比较稳定 目标的买入价大约7.6这些水平 比我上次的目标达7.5 因为始终要达7.5 其实已经不容易 我相信市场达到太多 至于暂时恒指的目标价 我都提到2.3这些位置 所以说了7.500 都预料可以赚2成左右 因为现在有2.6跌到2.3 都跌差不多 但也有1.2、1.3左右 杠杆两倍,大家看9.1这些水平 至于市场达6.5这些位置做市场达7.5 好,也不认为阿陆和我们这么长的分析 和你申请回来,有没有持有以上调报股分呢? 也没有持有 好,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